厨余要高温真主一小时才可拿来喂猪 非洲猪瘟病毒已经逼近 但农委会清查全台2045户厨余养猪户 只有300多场依照规定高温真主 高达1000多场有设备不一定使用 更有66场完全没有设备 因此宣布辅导这些厨余养猪户改为饲料养猪 或是提出离木申请会有优于过去的补猪金 如果是100平方公尺以下的 大概可以有35万按照我们说的上限 大概会到617万 若改饲料养猪农委会每头补助2200元 估计若65万头吃厨余的猪 全部改饲料或全部退场不养 要花45亿元经费 那是最高的啦但是不可能啦 古百头以下有占了将近八成 那个预算的范围可能大概就是121亿 学者指出厨余养猪绝对是非洲猪瘟的防疫漏洞 但厨余养猪护则强调会做好管理 我们要做的一定要把厨余 这个目前最有可能的发生的情况是 就是这样把管控下来 我们会落实去督导一定要高温真猪 把损失降到零 至于厨余若不养猪要送往哪里 环保署表示现在猪吃的厨余量不多 缺化没有问题 如果说经过离干以后大概它的量也不是很大 所以大概是胡纳乳还是可以吃的下 因为在紧急状况的话 我们一定要能够去把它担负起这一份的责任 农委会虽然推出补助方案 减少厨余养猪户但非全面禁止 代理主委陈吉仲表示 全面禁止的确切时程还需跨部会讨论 人事新闻综合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